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一录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5年3月9号星期一 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在周一的五盘表现 周一华尔街三大股指高开 道指盘中上涨80点并持续走扬 斯坦普500指数早盘小幅下挫后震荡走高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跌互线盘中掉头向下 周一上午走强的板块有 消费者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金融 工业 材料 公共视野和电信服务板块 走弱的板块有健康保险和能源板块 其中能源板块的跌幅最为明显 下跌0.44%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主力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0.4%徘徊在每桶49美元的价位 衡量世界油价的布伦特原油价格 跌破了60美元的整数关口 跌幅为1.06% 报每桶59.49美元 公司方面 在上一个交易日 苹果公司被纳入了道指 备受市场关注 那么今天呢 苹果公司在旧金山时间 上午10点发布了三款苹果收表 售价从349美元至4999美元不等 苹果公司开盘后股价持续走扬 摩根士丹利表示 交易网站推特公司的前景极为乐观 因为推特新产品的发布 会刺激用户的激增 以及广告收入的增加 那么摩根士丹利又补充到 前不久呢 推特公司公布了财报以后 投资者的信心是持续升高 虽然还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但是推特的新产品像Instate Timeline这样的产品 会大幅推升 推特公司的用户增长 并带动业绩的上升 受油价低迷的影响 上周五巴菲特宣布旗下的伯克希尔 清仓了埃克森美孚约37亿美元的股票 根据伯克希尔哈萨韦前不久公布的财报显示 在2013年的时候 以美股90.86美元买入的埃克森美孚的股票 而在最近三个月内 埃克森美孚的平均美股价格 维持在93.27美元 那么如此算来呢 伯克希尔哈萨韦的美孚股票上 还是有盈利的余地 但是巴菲特坚持清仓举动 我们看到目前原油市场的状况是持续恶化 上周油价虽然有小幅反弹 但是还是处于持续走低的态势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美国石油产量激增 那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一直拒绝减产更是雪上加霜 使得原油市场供求无法平衡 油价受到重挫 也严重损害了石油公司的利润 也迫使主要的石油生产商 大幅削减开支并大距裁员 那么周一早盘的时候 埃克森美孚的股价是下错了1.28% 跌至了85.63美元 同时今天美云发布公告称 将美国原油本季末的目标价格 调制每桶45美元 并预计下一个季度的目标价格 为每桶40亿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交易代码为GM 今天宣布即刻执行 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并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这是为了避免和哈利威尔逊 为首的财团之间的矛盾 同时通用汽车还宣布 将剩余的现金流归还于股东 那么对冲基金哈利威尔逊 曾经在政府就职 并在2009年参与了帮助 通用汽车公司破产重组的计划 那么根据今天双方的协议 哈利威尔逊是同意退出董事会的申请 也放弃要求通用汽车公司 回购8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那么上个月 哈利威尔逊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由于公司对现金流利用不佳 投资者纷纷表示 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投资管理失败 感到非常失望 那么我们看到周一开盘时 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是大幅上涨3.39% 报37.78美元 券商SundTrust将亚马逊公司的股票评级 从买进下调至中性 那么分析师Bob Pack讲到 长期来看 亚马逊的前景利好 业绩会不断增加 但是就亚马逊目前的现金流状况显示 短期内股价上涨空间有限 那么周一早盘亚马逊股价下跌 3.15美元 报376.9美元 另外据彭博社获悉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交易代码为TSLA 将在中国大举裁员 主要是由于特斯拉汽车 在中国的销售极为缓慢 那么公司还表示 正在进行公司重整 在中概股方面 中国第一汽车销售门户 一车公司交易代码为BITA 今天公布了2014年第四财季的财报 结果显示 营收是增长101.7% 2015年第一季度营收上涨了78.2% 每股盈利是增长了68美分 那么早盘该公司的股价 出现了暴跌情况 跌幅为7.12% 报62.23美元 以上就是美股在周一的五盘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收盘再见